台湾马卡道文化协会理事田一鸣 递交民族认定申请报告书 并由原民会排湾族聘用委员 江金妹代表接受 民族认定申请报告书中 除了马卡道族的文史资料外 还包括老皮 泰山 万金等 12个马卡道社区族人的联署书 共同签署成为马卡道的族群共事 为了自己祖先的一个名字 我们走得非常辛苦 让我们的政府知道 我们还存在 所以为了这一块 我们的自己的文化没有丢掉 甚至我们还有传承 希望这种赶快认定 我们的族群的族群 让我们这一块 在台湾也可以一个发展 甚至让我们子子孙孙都知道 我们是平埔马卡道族的族生 马卡道族属于平埔族群 历经颠沛岁月 渐渐失去身份认同 十多年前贫农的马卡道族人陆续恢复业绩 这一选文化传承 现在更递交民族认定申请 希望圆明会能够尽速恢复平补族群 作为台湾原住民族的地位 并保障族人的相关权益 台湾马卡道文化协会表示 111年宪法法庭判决 要求圆明会在三年内进行民族别认定 并修改相应法条 恢复平补族群的原住民身份 与相关权利 而三年期限即将到来 希拉雅 道卡斯与大吴隆等各族群 已纷纷向圆明会申请民族认定 马卡道族人也持续向正民之路迈进 判早日找回自己的身份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